雪中汗刀行正在热播 口碑却呈现两极分化 书粉恨他未能拍出原著的武侠感 剧粉却觉得他利益深远 更甚近于年 不管如何 雪中汗刀行不乏热度 月到后头 新角色一个个冒出来 更是看透十足 高伟光 文永山 刘端端 高泰宇 不少在其他剧中能够独当一面的主角 都在该剧甘当绿叶 更显得该剧阵容强大 在诸多的配角中 还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曾是穿越巨大男主 也是试14亿票房影片男二 身高185厘米却不火 如今雪中汗刀行当男N号 他就是演员王天成 在剧中扮演的是赵荀 赵荀出场叫晚 且杀气腾腾 人设并不算讨喜 但他的扮演者王天成 其实人气并不低 王天成是电视剧《唐砖》的男主角 在这部穿越武侠清洗剧中 王天成扮演的是直率爽朗 头脑清晰的穿越者云叶 他用有点皮 有点剑的个性 上演了一段爱恨交织 啼笑皆非的穿越故事 他还是电影《芳华》中的男二号陈灿 作为片中的文工团小号手 他阳光俊朗 风度翩翩 是和男主角刘峰完全不一样的存在 芳华作为当年的口碑之作 赢得了14亿的高票房 作为14亿票房的男二 王天成却似乎并未掀起任何水花 除了唐砖和芳华 王天成还有不少作品 细细数来 他的资源并不算差 2015年 王天成在周迅 吴振宇主演的悬疑 绿正电影 保持沉默中扮演秦刚一角 首部作品便和影帝影后合作 王天成的运气并不算差 之后 王天成又参演了古装武侠剧《孤芳不自赏》 和当红小花Angela B同台标系 只是该剧口碑太差 王天成的表现再度被一片差评所掩埋 2017年 王天成更是三部作品来袭 在芳华 归去来 唐砖均有重要角色 还是反响平平 之后他又主演悬疑行侦剧《时空来电》 参演电影《我和我的祖国》 也未给他太大的人气加成 王天成是圈内少有的单眼皮帅哥 长相很有辨识度 再配上185厘米的身形 外形条件很是瞩目 但他却像是错开了一切大红的机会 出道六年仍是寂寂无名 近期 甚至还在雪中汗刀行当起了男N号 比起其他演员从网剧演起 多年穿梭于小成本的作品 王天成显然一开始起点就比别人更高 即便是担任配角 他也是在S级别的大制作中现身 但他的人气显然不与他的资源相匹配 至今也不算特别红 王天成为何迟迟不红 网友哥有说法 有人觉得他的演只在娱乐圈缺乏竞争力 毕竟单眼皮帅哥已经有了邓伦 王天成并不算瞩目 也有人觉得如今难有暴剧 一线演员尚且无法成为暴剧保障 王天成主演几部作品不活也不足为奇 不过即便不能大火 即便从大男主沦为男N号 但只要演技扎实 还是能给观众留下不俗的印象 何况王天成背靠的是华裔兄弟这座大山 今后给到的资源也不会少 2022年 王天成还有几部作品和大家见面 其中有励志体育竞技剧超越 也有民国爱情剧超时空罗曼史 虽然都是配角 但戏份都很重 届时或许能够走红也未可知 人生本就是一场博弈 娱乐圈更是充满变数 交织在资源 人气 观众园这些当中 每一个人都会出现不同的化学反应 但努力去尝试 才会有更多的可能